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讓我為妳姐姐生活的大小是 聰明過生活 你好 阿倫 妳知道那個 價格表真是那個阿Ben 我知道那個阿Ben 大兒子 很像唱歌 她那個兒子 今年說要念五年級了 結果才長到 這邊吧 她那麼小隻 她那麼大隻 沒有好好給她補補 是 我那天也是看到撒基努 她兒子有夠皮的 我在穿裙子 這樣給我掀開 好可愛 講話 丟一下丟一下 是不是過動 對 而且真的要看醫生 注意力不集中以後都是 有問題 真的比較玩樂 最重要 很快 我要搬家 哪裡小隻 哪裡 冷靜一下 這兩個黑膀臟 在人家背後說 應該會 真的很不舒服 要去製作不舒服 好了 不過相信每一個做爸爸媽媽的 也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子 成為人家茶餘飯 或在嚼舌根的話題 俗話說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孩子的成長 也有一定的時機 孩子的成長健康不能等 這句話絕對不能成為口號 所以透過今天的節目 我們要陪伴大家 帶著孩子一起 愉快學習 快樂成長 當然今天的優勝隊伍 一樣可以把精美好禮帶回家 你們要加油了 加油 別傷 首先介紹兩位來賓 別跟我做對的 Ben哥 貝童童 嗨 歡迎 拜託讓我對的陳英文 撒基努 介紹我們的醫師專家群 記者科醫師 張士恆醫師 你好 好 營養師 月圓營養師 大家好 心理師邱詠麟醫師 好了 今天要討論 你看 看我們今天來賓親一生 都是爸爸 媽媽救救救 對 孩子的話題信息相關 馬上進行我們的 百人民調搶答題 孩子在成長期 發生哪些身心狀況 最讓父母擔心 而在百人民調中的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請搶答 好 走快 亮 好強 其實剛剛就有提到了 就是這個大小隻 身高 對 身高絕對是父母的隱憂 因為有的時候 小朋友這樣 亮堂一出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 長得好高 妳兒子呢 小小 小朋友如果說身高太矮的話 其實會擔心 像我的身高165 我老公好像也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也 我也就是也會擔心這個部分 對 好 身高不夠高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高興 對 我們身高矮人一節 我們請到淵淵養師 對 因為其實像身高 雖然說跟遺傳有關係 可是後天的努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包含一些CF 譬如說我們知道 因為小朋友在睡眠的時候 是會分泌 就是 第二個就是飲食 飲食的話 其實說要長高 不是只有一個營養素 就可以幫助我們要長高 其實它是很多營養素的 包含我們的 然後再來要有D3 這兩個就是一定要的 然後還要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 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長高的話 就是這幾個營養素 其實必須要同時去做一個 就是互相的一個搭配的 其實有一個公式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是 就是 爸爸的身高 加上媽媽的身高 加13除以2 的正負5公分 是你的兒子的一個 身高可能會長的一個身高 這個區間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爸爸 媽媽有一個比較矮 或是都不高 可是你會發現 後天的努力是很重 因為他還是有機會 可以變得比較高的 女生的部分 就是爸爸的身高 加媽媽的身高 減掉13除以2 然後再正負5公分 因為知道說 其實小孩成長的身高 其實他的空間真的是還滿大 所以後天努力 真的比先天還要來得重要 說到這個 我真的覺得爸媽不可以扣死 像我就聽人家講 爹矮矮一個 娘矮矮一窩 就是媽媽的身高 還是取決於孩子身高的 最大指標 所以我就覺得 我的小孩一定都會很高 然後有一次就學校運動會 我就去當媽媽幫忙 結果一去 我就想說 我女兒一定很高 我就看他們搬在哪裡 搬排好 按照身高排 我就從前面來看 我女兒呢 我女兒呢 直接看照片 倒數第二個 回家開始補 真的 要在他們成長期 還是要 對 多多補充 可是我就不知道要幫他補什麼 因為人家都說牛奶 喝牛奶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一直很想要 讓我女兒養成一個習慣 可以每天都喝牛奶 對 至少幫他補充一些鈣質 可是他這小子就是 堅決不碰任何牛奶 只要有加一點牛奶 他就會很排泉 可能怕有乳糖不耐 乳糖不耐症 對 然後就用了各種方法 就想說 不然給他加 吃點心的時候加麥片進去 就至少改變一下牛奶的味道 對 結果他就是把麥片撈起來吃光 然後牛奶睡好好一晚 真的 完整 對 然後他也不喜歡吃起司 然後什麼小魚乾什麼 他都不要 煮湯呢 對 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來熬大骨湯好了 想說不行 人家又說有什麼重金屬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讓我小孩可以 獲得這個鈣質的營養 骨頭裡面的鈣質 它不會流到我們湯汁 讓我們人體吸收利用 所以大骨湯 骨鈣 除非我們啃骨頭對不對 也沒有用 就是你人體沒有辦法吸收的心事 對 所以這個是真的 也不需要這樣做 如果小朋友這些不喜歡吃 你可以試著給他喝一點 優酪乳 沒有糖的 優酪乳 可以 它也算是奶製品 所以你可以就是 把它做一個取代 去讓它做一個補充 可是優酪乳乳糖不耐症就OK 可以 因為其實 今天學到了 學到了 今天講得OK 我按空 我還可以按到 就被你按空嚇到 這個一定會有 就是 這一定有 之前這個時代 真的 因為像我們家的小朋友 其實就有近視 他近視並不是說 因為他看手機 或是看電視幹嘛 他是 因為樂高都很小 因為樂高都很小 他必須要眼睛要很用力 這樣一直看 然後後來他近視之後 後來我就給他看媽媽去做 小葛去做那個 雷射 雷射的照片 就是眼睛要撐到那麼大 然後就故意嚇他這樣子 然後叫他說 你真的不要再看電視 看手機 或是在玩樂高 玩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就是嚇他這樣 然後我就帶他去 有配那個腳模塑型片 就近視不遠 然後就叫他請他乖乖地戴 每天晚上乖乖地戴 後來視力就有慢慢回來 董董也覺得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小時候 就是我們全家 我爸爸 我媽媽 我姐姐 大家都戴眼鏡 然後我就好羨慕 我就好羨慕 你幹嘛 為什麼要羨慕 但我小時候都覺得 好想要戴眼鏡 沒有 因為小時候 上學的時候 妳會多了一個配件 真的 妳懂嗎 就是 多了一張裝備 我媽媽叫我寫功課 然後我的媽媽就要 好 乖乖寫功課 然後房門一關 我就這樣 很用力看 抓住台燈 然後趴在桌面上 我想要近視 趴著這樣寫 要不然就是故意要蒙著頭看書 可是妳還是沒有近視 我有近視 妳有近視 我後來就如願戴上了眼鏡 買了一副粉紅色的 好開心 就是配件 後來好後悔 林育克真的是麻煩得要 對 一流汗就一直流下來了 眼鏡一直流下來了 而且運動打球 戴眼鏡又危險 很不放眼 這小時候不懂事 不知道這個一戴上 就永遠拿不下來 所以當我們成為媽媽 爸爸之後 就很用心地在照顧他們的眼睛 眼睛近視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把 恭喜 好厲害 近視加深變成四眼天機 請到大師 娛樂現在變得方便了 小孩子就可以由我們這種娛樂 提早享受到 可是帶來的壞處就是一個東西 叫做所謂的 兒童的早發性近視 這個不講你不會嚇到 一講你真的嚇一跳 兒童早發起的近視 到底多普遍 現在 幼稚園大班 十分之一 很多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都還沒上國小 學廷前 國小一年級多少 百分之二十 十分之二 好 完蛋 跳一級 二年級現在變得多少 大家知道嗎 百分之二十變到 百分之四十 你跳太多了吧 兩倍 倍數成這樣 那一路 這個都是台灣的統計這樣子 一路到 早發性近視在台灣 其實是一個 滿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小孩子不要讓他 太早近視呢 因為近視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很怕所謂的 不可逆的 近視就是一種不知之症 除非說你等到 開雷射手術的時候 對 不然它每年是以大概 75到100度的速度再增加 大家都知道 高度近視的人是會帶來一些 眼睛的問題 對 什麼白內障 青光眼 這個都跟高度近視有關係 所以說越晚得到近視是越好 是 因為你得到近視之後 它就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我教大家一個口訣 國健署有講過一個東西叫做 護眼一二三 趕快告訴我們 什麼是一呢 每年至少檢查一次眼睛 定期檢查 每年至少一次 二 兩歲以下 不要碰螢幕 盡量讓他的眼睛 不要接觸到螢幕的來看 不要接觸到3C 兩歲以下不要 這是二 好 三是什麼呢 每天至少三小時戶外活動 要到外面 對 而且很擔心 因為像我家小石頭老大 他現在是200度 他現在是 可是他是三年級的時候就近視了 對 然後真的是每一年 就是多個70幾度 然後就一直往上 到比較大的時候會擔心 他的度數太深 可能500 600 他真的眼鏡 只要一被人家剝掉 他就看不到東西了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很擔心 也真的是我們很大的一個考驗 很擔心 請搶答 我還按 好快 還有什麼 還有 譬如說像你一樣 長成很叛逆 長成很叛逆 他太叛逆了 還是像他一樣 我長成叛逆怪我嗎 我長得比較歸順 對 真的嗎 不是 因為現在小朋友 就像資訊量非常大 你很怕他會不會在學校 或是得到 得到一些不好的資訊 交到壞朋友 我們來看看你們的答案是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恭喜大家 我們請到陳希 好 其實講得沒有錯 像我們有做親子諮商的 傳統上來講 我們的旺季就是寒暑假快結束前 還有開學後 因為小朋友在放假的時候 就容易去同學家播夜 或者去一些派對 遊樂場 就會學到一些壞的習慣 交到壞的朋友 但是現在這個規則已經被打破了 就是365天都會有家長 告訴小朋友 尤其是這兩年疫情 很多時候都是在家學習 然後那個iPad 你也不知道它是幾點幾分下課 然後它可能下課的時候 它就是iPad在那裡玩遊戲 對 像很多遊戲是有互動的 有一些是上課的時候 它就在玩了 對 它開好幾個視窗這樣子 天啊 特別是有些遊戲它是有互動的 就是說它可以交朋友 曾經就有家長說 他的小孩子 國小 中年級 一個月玩遊戲花掉上萬塊 結果都是因為要買 裝備 裝備 不是給自己 是給朋友 不認識的 就在網路上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現在的父母 真的對3C是又愛又恨 萬一你懷疑你的小孩是叛逆 而且是可能交到壞朋友怎麼辦 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 先不要下定論 先不要下定論他是壞的朋友 還是說你不喜歡的朋友 因為我們父母 或者說我們人 其實都比較容易以貌取人 主觀 對 就是說這個小孩他可能有染一點髮 或者比較齊裝異服 甚至有一點小刺青 你可能心裡面那個 就是在說Ben哥 針對性 完完全全針對性 沒有 不要打我 我們就先入為主的觀念 但是你先不要下結論 沒錯 你都不知道Ben哥其實很善良 對啊 好 第二步就是說 要跟自己的小孩多聊天 少說結論 從談的當中你會發現 他這個朋友很有想法 是一個好孩子 但萬一 不是你想 讓你的小孩交的那個朋友怎麼辦 第三步就是說 要把你的小朋友 就是安排其他的活動 就是慢慢脫離這個朋友圈 因為小孩的 尤其青少年 他的活力是很旺盛的 他一定是要做一些事情 去發現他的經歷 那就不如讓他 學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順便可以脫離那個朋友圈 如果說可以事先發現 然後有一些警惕心的話 其實親子關係跟小朋友成長 是可以維護得很好的 真的 照顧孩子 尤其是青少年階段 傾聽 接納 問問題 要更多了解孩子的內心 對 像我有一個朋友 我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他都把小孩送 送去住校的那一種 我說你是怎麼樣的心情 送小孩去 你怎麼有這個勇氣 他就說 因為他那時候 有常常他回到家裡 家裡找不到小孩 那小孩因為沒有配手機 就五年級 小孩沒有配手機 所以他找不到小孩在哪裡 對 後來發現 小孩在朋友家睡覺 五年級就在朋友家睡覺 他覺得 我還以為這個事情 只會發生在我們部 他就擔心 他就覺得說 你也不會擔心就是說 我們找不到你 或還有就是他在朋友家吃東西 或幹嘛導致對方的家長 會覺得說 你的小孩為什麼常常都在我家 對 然後還有他自己也對朋友 或鄰居不好意思 所以他後來就覺得 算了 乾脆送住校那一種 然後有人有保母可以在那裡帶 不過有時候真的 現在台灣幾乎都是雙新家庭 對 他爸媽媽都在忙 有時候小朋友真的是 不得已地放養 對 對不對 沒有辦法堅固 來 預備好了沒 我看 我如果不提醒一下 你們永遠都按不到 永遠都 Ben哥 你講他 有了 你等一下 跟你講 我覺得 這有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從小石頭很小的時候 我就覺得專注力其實滿需要 對 而且我的小朋友也是常常專注力 這一塊被老師寫聯絡簿 真的 他說你的孩子每次看著當秋仙 然後之後 看著當秋仙 到一半 他就在當秋仙了 那是瞬間移動 他會疑惑 真的 他就這樣了 好厲害 我老師說 看著就可以去當秋仙了 對 他就看著 他就跑去當秋仙了 那這是不是有一點遺傳呢 我覺得這次都遺傳到媽媽 我都比較專注 我都認真聽了 對 小朋友專注很重要 而且好像專注 可能除了運動之外 他還有很多就是 對 你要做專注 才有辦法學到東西 對 他沒辦法靜下來 然後老師就會寫聯絡簿 那種也是讓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環弱 就這應該有吧 專注力不夠集中 對 影響讀書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有請來了 來 我們請到張醫師 其實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我們所謂的ADHD 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注意力不足 你會覺得這個小朋友 其實很難把一件 他的注意力放在一件事情 超過20分鐘 第二件活動量特別大 對 他就會覺得 一群小孩子裡面 這個小孩子看起來就是 特別活動量大 體力特別好 這個要小心 有可能是ADHD 我現在有點擔心我老公 他不是一直都是過動嗎 真的 他是體力少 他不是過動 通常過動是形容比較 參加三個球隊的 小孩子這樣子 小孩子 第三個是 有衝動的傾向 就是說做一些事情 比較欠考慮 你覺得經常會在學校裡面 或是跟其他孩子產生衝突 對 所以注意力 活動量 衝動 這三個重要的特色 可以用來幫助我們判斷 ADHD這樣子 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它跟我們大腦的一個區域 有關係 是 那個叫做 大概就在我們額頭這個地方 那裡 這一塊大腦的區域 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叫做 他們當下發皮膚的高 還是說可以拍兩下 跟他洗一下 還是貼服紙 換洗 我跟他講正確方法 營養 運動 這個都可以訓練我們的前額夜 把你的自製力給鍛煉出來 家裡有沒有小朋友 有這樣狀況 就是比較活動力比較強 我家的三個小朋友 是我前一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開始在家上網課 後來我發現他們真的是 自製力不夠 你知道 早上7點鐘起床 你要嘛就吃完早餐 喝完牛奶 你去上完廁所 8點就乖乖坐在那邊 上網課完對不對 後來我發現不是 8點一上課的時候 一上線的時候 大了說 爸爸 我要上廁所 然後老了就說 媽媽 我要喝水 然後幹嘛有的沒 然後我就必須要坐在那邊 你知道 跟一個大樓管理員一樣 就坐在那邊 然後看著三台螢幕 那老師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螢幕後面看到有辦法看 而且三台 我整個這樣HD這樣子 還要這樣看著這樣子 Inax 對 一定要盯著他們 你知道嗎 真的好辛苦 就上課的時候就屎尿一堆 不許 欣賞吧 對 所以我的控制能力 算是OK的 你前而易的算是OK 我們最怕小朋友是怎樣 剩齊塞 剩齊塞就是腸胃不好 對 腸胃不好 然後吃這個也沒有辦法吸收 奇怪 我小朋友都吃那麼多 他怎麼都沒有長肉 然後每次出去的時候 遇到那些歐巴桑 你們兒子怎麼都白白都生 你們真的生得這樣 尤其是我們小的時候 阿嬤都覺得 孫子一定要養得肥肥的 不會講話粗那個故意 永遠帶出來說 你這個太皺了 你們真的我覺得很好 怕它沒有長高的本 對 這個腸胃不好的問題 會是今天最高分答案嗎 高興登山 來 請到我們的運營養區 小朋友腸胃道真的很重要 但是小朋友 因為他們年紀還小 所以他們的表徵就是很簡單 要嘛就是上廁所上不出來 不然就是會一直拉肚子 小朋友的腸胃道 如果工人不好的話 它其實會影響到 後續的非常多的發展 小朋友如果小時候 就太過於肥胖的話 其實會抑制到 牠的一個生長激素的分泌 所以其實小朋友 所以變成只長胖不長高 對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當我們生長激素分泌 比較少的時候 牠就比較不容易長高 而且牠也會比較容易 就是我們所謂的 當我們性早熟的時候 我們的骨垢板很快就癒合了 牠就沒有機會再長高了 媽 不要再塞了 小孩子真的已經吃飽了 對 如果遇到這種 就是真的要好好控制 牠的一個攝取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什麼都不想吃的 大部分小朋友遇到的是 比較不愛吃青菜 對 真的 青菜種比較不喜歡吃 這樣的問題 導致壞菌太多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大部分有些小朋友 有一些症狀 譬如說容易 或者是容易 對 所以其實從小就是要養成小朋友 就是飲食 就是盡量均衡的一個概念 是 但如果想說真的都很不喜歡吃 可能我們要想一些辦法 就是幫牠補充一些營養的補充品 就是適度地給牠 牠所欠缺的東西 然後幫助牠 可以正常地讓牠腸胃道比較健康 這樣小朋友不管是 牠的一個腦部的發育 或者是牠的身高的一些成長 其實相較之下 都會比較有幫助的 好的 我們百人民調的選項都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街訪民眾們 他們對於父母最擔心孩子成長 發生哪些身心的狀況 了解之多少 請看VCR 請問孩子的成長期 發生哪些身心狀況 最讓父母擔心 我覺得是長高問題吧 就小時候父母都會希望 我們可以早點睡覺 然後多去打球 我覺得是缺乏注意力 因為會害怕牠上課的時候 不夠專注 我應該是覺得 因為如果說太判膩的話 以後很難教育 我覺得教育就是比較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是 因為自己都會一直滑手機 爸媽都會一直很擔心 長大之後嚇掉 我覺得是缺乏專注力 就是可能父母會擔心 我沒有辦法認真讀書 我覺得應該是 腸胃不好 像我妹妹小時候 滿腸胃不好的 然後我爸媽媽就滿腸會擔心的 像我弟弟就可能交友不慎 然後有一點叛逆 叛逆的 身高矮人一節 特別是男生 特別重要 女生就是 第一條件就會看到外觀 所以男生高一點 會有加分的效果 看太多3C 眼睛的度數會變深 我覺得是缺乏專注力 然後可能在讀書方面 精神不夠集中 其實像我自己有個弟弟 然後他的身高跟我一樣 就沒有到很高 我覺得很擔心 說他在學校不會被欺負 我爸媽也會很擔心這一點 如果小孩 有人問說 小朋友半夜睡覺常常抽筋 是長高的跡象嗎 來 我們請教張醫師 爸爸 媽媽對不起 這個男生錯了 不是 他們是抽筋 抽高出 因為我們身高是骨頭的長度 在決定的 所以抽筋其實是 所以說抽筋 不好意思 跟長高沒有關係 有另外一種痛跟骨頭就有關係 什麼 那個叫 可是生長痛這個名詞 本身就非常地容易誤導 因為生長痛 不好意思 一樣跟長高沒有關係 它就是骨頭在痛 它大概30%的小朋友 有這個現象 好 生長痛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它白天就不痛了 專門痛晚上的 對 第二個 你如果再去給醫生檢查 也檢查不到什麼發炎 紅腫的跡象 這個大概就是生長痛 我建議爸爸 媽媽要記住 這兩個特色 為什麼會生長痛呢 為什麼它跟長高沒有關係 為什麼還是會有這種疼痛 我們骨頭 肌肉 韌帶 是長在一起的 它長的時候可能速度不太對等 中間會拉扯到 產生的疼痛 像我們剛剛聊到很多 我們成長期會發生 哪些身心狀況 是讓父母都很擔心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撇步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撇步 像我的話 我都會給我的小朋友 讓他們睡飽8個小時以上 睡飽8小時都幾點睡 大概就是9點 10點就 就差不多就行了 如果是拖晚一點 因為我有時候錄影會錄滿晚的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等說 先把它錄影 我想要等爸爸回來 又想念 那可以擺旁邊 有消息會等 然後可是到隔天早上譬如說 已經快要吃掉了 我會說 那我就不會叫醒他們 讓他睡 真的 就是一定睡滿8個小時 覺得睡覺更重要 對 小朋友睡覺的很重要 我覺得除了睡覺之外 像我們家哥哥身高算滿高的 但是弟弟 老三就 真的略矮一點 他一樣是大班的時候 感覺就 感覺怎麼沒有像哥哥那麼高 那時候就有點擔心 然後我想說 那算了 他就買牛奶 然後牛奶他不喝 然後我就訂羊奶 訂羊奶給他喝 然後一樣就是 剛剛跟娜娜娜講的一樣 每天要睡滿大概八 九個小時 讓他多睡覺 因為哥哥就很喜歡睡覺 然後才長得很高 真的 真的要 像我就是滿注重 我女兒的腸味道 所以我很早就給他 開始補充抑生菌 我就是希望 我給他吃進去的營養 他每一分 每一毫都能吸收 所以我在很早 他小朋友還在喝奶的時候 我就會滴在 譬如說配放奶的話 我就滴在配放奶裡面 然後或是一開始親胃的時候 就塗在媽媽自己身上 然後到現在就是還是持續有 再給他補充抑生菌 所以他其實這成長的一路來 食慾 消化 都算是滿棒的健康保護 太棒了 我三個小孩 一個兩歲半 一個七歲 一個十一歲 然後還有我老公也算是小孩 大的 我都要賺起來 我有五個小孩 然後因為我們 我其實 我其實常都在外面忙 然後我老公是主內比較多 那其實我在營養上的照顧上 我就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說 像小可 小可那樣子就很好 沒聽過發作 我就沒有辦法 對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 我都會用保健食品的方式去補 然後補充全家人的保健食品 可是這樣不就要超多 因為你看年齡不同 然後 準備的東西都要不一樣 跟兩歲半需要的營養素 就不一樣 這樣子可以 等於是你要準備四個單位的分量 四個單位的分量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就是 超能營養百寶箱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超能營養百寶箱 你看它的外觀是很可愛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你們看 為什麼這麼多了 這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 營養QQ果凍 有葉黃素 有益生菌 有補鈣的 然後比如說像這個黃色的 它就是葉黃素 來 一條你們可以吃吃看 百香果口味的 可以 而且你們可以打開的時候 先感受第一個 是它打開的時候 沒有汁會掉出來 真的 有沒有 那真的會讓爸爸媽媽 照顧 你真的沒有 它是果凍狀的 對 然後這個一條就可以補充 小朋友一整天需要的 葉黃素跟玉米黃質 而且它裡面還有DHA 還有維生素A 維生素A可以幫助我們視覺 在晚上的時候比較敏銳 其實我家老大他是近視 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 他就會看手機 我們常常都忙 就會把平板丟給他 因為以前一開始很想要補充 葉黃素 都是一顆一顆給他吃 可是他不能吞 他就會怕會噎到或怎麼樣 還不會 你只要找這種果凍型的 這真的要收好 他一直吃 我告訴你會耍水 對 這個品牌最早是做成果汁 它現在做成果凍之後 我小孩搶到一個不行 重點是 它裡面一條 它有 就像我們家外食很多 常常補不到這個蔬果酵素 小朋友可能便便 什麼之類的 你不要跟妳弄 第三條 明天吃過分了 就夠了 還有兩款 我跟妳講 是實際在家裡會發生的事 好清楚 百香酒味道真的很順 對 超棒的 妳老師講一下 我是不是講得滿有道理的 這幾個小孩 好 因為其實像我們剛剛講 那種葉黃素 玉米黃素 其實這個是平常 我們人體是沒有辦法 自己合成的 所以我們必須從食物 然後其實郭敏營養調查發現說 其實小學生 它蔬菜 水果攝取的比例 大概有七成都是不足的 而且其實像我們剛剛講 那種玉米黃素 葉黃素 它就是大部分會含在 譬如說像 菠菜 或者是像 地瓜葉 地瓜野菜 南瓜 胡蘿蔔裡面 對 就大部分 小朋友不喜歡吃的 對 不喜歡吃的 所以這種真的要靠 外在的食物來做補充 你們是不是還有點想吃 意猶未盡 那我們吃第二種 沒有 我也很明顯 好 第二種就有兩種 那不是 你有三種顏色 你都讓我們嘗試一下 你知道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 就是腸胃嗎 對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老二 他是常常就是比如說 媽媽 我肚子痛 或剛好像在夏天 有時候吃壞肚子 除了吃藥之外 平常也是要保養好 它的腸胃道 益生菌這個 就大家試試看 我跟你講這一條無敵了 是多多口味 而且它裡面 它是有 龍根菌 跟六 紅根 我們把它給我了解釋 抱歉 然後還有 六大的母乳菌豬 它就很平靜 我們人體分子又很小 像我們以前 益生菌不是都要冰嗎 對 這個營養QQ動的 益生菌的益生菌 是不用冰的 因為它有一個 熱風包埋技術 耐胃酸 然後耐高溫 對 所以就要它 你吃吃看它多多口味 很好吃 不用冰 多方便 你外出旅行的時候就帶著 你也不用帶著冰箱一起跑 對 真的 真的多多的 羊肉多的味道 好好吃 你怎麼瞬間比安地 好好吃 對 兒子的臉 好吃 所以小朋友吃了之後 保護牠的腸胃之外 平常保養 然後 日常生活作息正常 你們兩個真的吃過 而且它分子小好吸收 就會長相這麼壯的 對 多多口味 很棒 還有你們在挑 益生菌的時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一定要加入益生菌 不然你就要另外補充 益生菌的食物 什麼叫益生菌 益生菌的食物 對 它可以讓牠活著比較久 對 嘿嘿 等一下 來 我們來讓張醫師 張醫師 你來講幾句話 讓我們多吃幾條嗎 可以 好 益生菌其實大部分是 糖類的東西 它就是我們食物裡面 沒有辦法被人體消化的 那種糖類 它剛好有很多種類 是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就是說他們 跟益生菌之間有所謂的 共生的那個道理 前面一點講到所謂的 龍根菌 其實我在診間看過幾個 大概學齡前的小朋友 他們就那種異味性皮膚也很厲害 它需要做一些皮膚的表面 另外再給它補充一個龍根菌 因為龍根菌這種細菌的 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對於腸胃到黏膜的 附著力特別高 它可以藉由就是說 跟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 有一個交互作用 來調節免疫力 讓我們的身體的免疫力 不要過度地活躍 產生過敏性疾病 的確 這種 這一群小朋友吃了龍根菌之後 其實它的過敏症狀 異味性皮膚也都改善很多 真的 我小孩真的自從有這兩個之後 以前我們吃異生菌 或是葉黃素這一種 都是一定要叫到前面來餵 對不起 我也看到空間的 妳要不要看看 剛才不要吃 太多了 老公 四個小孩一天都全部吃完了 開什麼玩笑 好 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們來吃 你先說 你先說 我們來吃這個補鈣的好不好 因為今天香百寶袋裡面 它除了有補充葉黃素之外 它有補充益生菌 它還要補鈣的 它裡面有乳酸鈣 然後碳酸鈣跟海藻鈣 然後它其實補充這些 其實我們都很擔心 小朋友長高的問題 其實以前的鈣或鈣片或鈣粉 其實它的劑型 就是我們小朋友 不會想要主動去吃 對 可是有這個之後 它就是像你們這一群小朋友 都會自己主動 沒有人說可以補充 然後你們就會自己補充 真的 家裡就會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個 這是右腳的 等一下 要平均 長短腳 怎麼辦 長短腳怎麼辦 其實對我來說 我其實非常需要的就是 它裡面還有一樣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可以幫助專注力 它裡面有一個幫助專注力的 神經敲鈴子跟腦鈴子PS 對 因為這個就是我覺得 它是可以提升小孩專注力的 我覺得你可以問問看 專家是不是這樣 就是我當作的讀過 成長學習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真的 在他們專注力的部分 它可以補充它的營養 然後讓它比較不會分心 好 可以問問問看 這鳳梨口味的 很是 要慢慢講 像神經俏鈴子 我們都常常聽到 對 它其實它大部分會儲存在 媽媽的母乳裡面 然後這個神經俏鈴子 它主要就是在幫助我們 傳遞我們的訊息 一個很重要的營養素 然後這個營養素 如果說你比較充足的話 我們的一些專注力 其實就會比較提升 這個神經俏鈴子 除了母乳裡面有之外 其實像蛋裡面也會有 或者是一些牛肉裡面也會有 只是說在補充的時候 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說 蛋白質也是不能太過量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在神經俏鈴子 另外一個就是腦鈴子 這個腦鈴子 就是我們的腦神經細胞膜 主要的成分 腦鈴子大部分它存在在 所以它在魚類會比較多 它是幫助我們 可以增加我們學習力的部分 像這樣我們吃的三個口味 這樣酸酸甜甜 會不會身體該補的都補到 結果牙齒就壞掉了 對 對 怕小朋友 好爸爸 真的 這裡面完全沒有添加砂糖 因為我家小孩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不太能補充多的砂糖 對 所以其實它裡面沒有砂糖 而且它還增加了 護齒配方 它就是當成小朋友的營養零嘴 這很重要 它有保護牙齒 因為以前像小石頭 小時候就是這個沒有顧好 它現在牙齒都注光光了 真的 以前要騙小朋友吃這些保健食品 多難 太難了 這個又好吃 又護齒 然後又補充營養 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我們話說太多了 妳看 真的 妳要做一個 一半沒了 好的 趕快把它藏起來 來 謝謝 謝謝英文的分享 太棒了 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成長期發生哪些身心狀況 最讓父母擔心呢 腸胃不好 換你早熟 加油不慎 近視加深 缺乏專注力 過動 身高矮人一劫 自信大打折扣 為人父母真的天下父母心 但是我們相信 能夠看著孩子平安健康長大 一切辛苦就都值得了 好不好 我們一起繼續加油 這個階段要恭喜別跟我做隊 得到45分 這太多人好隊得到55分 只差10分 但差兩顆球 我們幾顆 你們才投一顆 我們真的投一顆 會贏 一顆就贏了 是不是 來 通常投一顆 都講這個話 三顆又不見得抽得到 我們下次撿個特輯好不好 這三顆 剛好是一好球 兩好球 三好球 三個球 好優 好的 如果對於今天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上映學大聯盟粉絲頁 我們提供給大家 更完整的健康資訊 接下來 繼續我們的 是非搶答題 要答 這個部分除了按人要快之外 答題要正確 答錯就是送分給對方 我們不要按得太快 因為撒基努會答錯 對 這也是一種策略 第一題 人在緊張的時候 容易導致腹瀉 所以剛開始上學的兒童 比較容易產生便祕 對還是不 請搶答 剛上學的兒童 我女兒 剛剛開始去學校唸小班 現在第三週了 就是你 所以沒有拉嗎 什麼問題都沒有 真的假的 對 其實我這樣回想起來 我們家小朋友上幼稚園 好像也是一樣 沒有什麼拉度 就是幼稚園上國小的時候 我記得我上國小 我便秘到二年級 你自己 我便秘是因為你人的問題吧 你應該便秘到現在 緊張 緊張 應該是不會吧 我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我們來看看 他們的答案是NO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怎麼會這樣 小朋友會是在馬桶 對 可是他們家的小孩不會 對 我們來聽聽 許求玉營養師怎麼說 根據統計 就是我發現說 剛上學的小朋友 他真的就是會因為可能 第一個 不熟悉環境 所以他會不敢上 他不是沒有便秘 但是他會不敢上 第二個也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上廁所時間是被限制的 因為小朋友他原本在家裡 他就是隨時都可以 他有便秘他就去上 可是你在學校的時候 你是會被限制 會導致他會忍住 再來就是你如果在學校 可能水分也會攝取比較不足夠 那蔬菜的話 不准玩 對 然後蔬菜的話 在家裡媽媽可能還會勉強 逼著你吃 對 或者是把它做成 各式各樣的東西 餐在食物裡面 然後給你吃 可是在學校的話 如果不吃的話 其實就不吃 因為他們是選擇 他可以吃的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剛上學的小朋友 他其實發生便秘的現象 是比較多的 還沒有想到這一題 他們竟然答錯了 恭喜你們 下一題 抖腿促進血液循環 還可以變高 Yes or No 等一下 請搶答 還沒有 請搶答 好好打 你好好打 這你好好打一下 好好打一下 抖腿會讓 促進血液循環 我覺得不太可能 會不會不是我們那種抖腿 是這樣子的抖腿 誰會這樣抖腿 你告訴我 籃球隊 籃球隊 籃球隊在球隊 怎麼吵 這個叫小跑步 好不好 這個叫小跑步 這不是抖腿 那我是覺得 為什麼覺得你在擾亂你的隊友 還是沒有 好啦 錯了 我是覺得 可以變高 不太可能 因為就我們剛剛前面那些資訊 來聽的話 不太可能 對啊 錯 所以是NO 他們答案是NO 這個答案是否這群 好 好 太多了 你好 張醫師 抖腿其實可以增加一部分的 血液循環 只是說它跟身高就沒有關係了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身高是這樣子 7分靠父母 7分靠吃補 當然這個吃補不是只有吃而已 有運動 有睡覺 是 所以7分還是來自父母的基因 其實抖腿有人研究 人在抖腿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腦裡面的一個 一個神經傳導物質會增加 叫做 血清素就是說 可以讓你的情緒比較穩定 專注力比較好一點 所以其實抖腿在你 尤其是那種容易緊張的場合 其實可以讓你提升 你的專注力 恭喜答對 兩題 兩題了 兩題了 能不能達到今天的好理 繼續搶分了 好 兒童適當玩電動 有助改善過動症 對 是 或是不 請看 搶到 我覺得 我覺得 是 適當玩電動 他說適當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是有助於改善過動症的 我支持你 你讓他專心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專心地安靜下來 做好一件事情 只要適當的時間 讓他玩個20分鐘 30分鐘 其實應該是OK的 傻給你 傻給你你要什麼意見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他們就有可能會因為 一直想他只玩半小時 怎麼辦 我還想再玩 你們兩個現在在演過動嗎 他反而更緊張了 你那是焦慮 不是過動 更緊張了 你那是躁動 玩電動這件事情 當成是他的一個興趣 如果他可以維持這個興趣 一直做他超過20分鐘 30分鐘的話 其實也是需要訓練他的準確 搞不好找到之後變電競高手 誰知道 對不對 未來不好說 對 但是這一題的答案不是這個 這樣子 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 所以你們答案是 對 Yes 這個答案 是否正確 OK的 是不是 太開心了 來 請教崔醫師 這一題的關鍵字就是 適度 所以每天玩多少是適度呢 其實美國的 二亥二州立大學有做過實驗 他們找了很大群的 7歲到17歲的兒童跟青少年 來做實驗 那以10分鐘為一個單位 就是說 每天都不讓他們玩電動 可以每天玩10分鐘 還有10到20分鐘 20到30分鐘 到1小時以上 後來發現 30到40分鐘 每天是最適當的 因為在玩電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產生一個 我們平常不容易產生的狀態叫做 工作記憶 工作記憶 這個就好像說 你很專心做一件事情 覺得時光飛逝 一下子時間就過去了 對 而且你不覺得累 你覺得很有趣 是 這個在心理學上 另外一個說法叫做 就是你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非常地專注 但是你是放鬆的 這種狀態其實對大人 小孩 都非常有幫助 但是我們會擔心 每天玩電動 玩30到40分鐘 也不算少 萬一進視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是要帶出去 護腕運動 讓你的眼睛接觸 不同距離的東西 最後一個搶分的機會 請問 家裡沒電視 小孩就不容易進視 眼神都可以看到 這樣都想輸 家裡沒電視 小孩就不容易進視 剛剛講過 雙鴨 拚樂高也會進視 拚樂高也會進視 你寫字也會進視 你看書也會進視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NO 他們答案是NO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答案 來 請到張醫師 請 你與其要拿掉電視 不如去管制一下小朋友 用手機的時間 我教大家一個很實用的東西 好 叫做 這邊有個分子 分子叫做 你的 眼睛盯著看的時間 單位是小時 下面是分母 分母是那個東西 離你眼睛的距離 這個數字不要大於1 大於1就危險了 來 舉例 一個電視 0.3公尺 對不對 電視比較遠 對 所以3公尺放在分母 3 3公尺 分子是什麼呢 代表你的分子 你的那個盯著看的時間 不要超過3個小時 就不會大於1了對不對 對 所以遠一點的東西 你可以看久一點 好 反過來 現在一台手機 手機了不起離你0.3公尺 太近 對 下面是0.3 那上面不能大於0.3 所以你就不能大於0.3 你大於0.3個小時 來 大家算一下 0.3小時是幾分鐘 20分鐘 差不多 18分鐘 你一個 30公分的東西 只要連續盯著 超過18分鐘 你的眼睛就開始遭受危害了 所以說 真的 你與其拿掉電視 不如管制使用手機的時間 真的 距離時間 剛剛講的樂高 樂高其實也滿近的 我不是在講說 主樂高比看電視危險的 因為電視畢竟還是有光線出來 對 戶外活動還是最重要的 太棒了 謝謝張醫師 謝謝 好的 今天恭喜兩隊大成評審 好美 好美 每一隊可以投三顆球 每一隊可以投三顆了 三顆了 三顆了 所以你們有兩顆的球術場 好一顆 到底誰能拿回 今天的精美豪力 請到許球員藥師 好 紅腳 紅腳 三顆 美豪力 新美豪力 來吧 透過今天節目討論跟分享 我們發現其實 父母的陪伴 才是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最棒的禮物 所以我們每一天 都花一點時間陪孩子 聊聊生活大小事 用心陪伴孩子們 一起快樂成長 一起共創我們美好的家庭回憶 當然還有更多的健康資訊 要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太好了 可以帶回家吃了 謝謝 這怎麼好意思 恭喜